杨子新恋情揭秘,与神秘富豪的浪漫情缘,竟让人如此着迷。 哎呀,各位看官,这个可是有大新闻要报啊。 杨子,咱们都熟知的小猴子,疑似恋情曝光了。 这次可不是跟哪个男明星,而是一位隐形富豪哦。 别急,别急,听我慢慢道来,保证让你听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 先说说,这位神秘富豪吧,哎哟,可不是一般人哪。 家底丰厚不说,还低调的不能再低调,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霸道总裁。 而杨子呢,作为当红小花旦,颜值与实力并存,两人站在一起,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过呀,我说看不下去,可不是因为他们不般配,而是因为这恋情太甜蜜了,简直让人羡慕极度恨哪。 你想想,一个是娱乐圈的璀璨明星,一个是商业界的佼佼者,两人的爱情故事,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霸道总裁爱上我。 据说两人相识于一次慈善晚会,当时杨子一席长裙,美得如同仙女下凡,而那位富豪也是风度翩翩,两人一见钟情,从此便开启了一段浪漫的情缘。 哎呀,说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感叹一句,缘分哪,真是妙不可言。 当然啦,作为优秀的头条娱乐作者,我肯定不会只满足于八卦一下恋情这么简单,咱们还得深挖深挖,这背后的故事才更有趣呢。 你问我,他们是怎么相处的?哎呀,这可是高级别的狗粮现场啊。 听说那位富豪对杨子可是宠爱有加,不仅时常探班送温暖,还为他一掷千金,只为博美人一笑,而杨子呢,也是对这位富豪倾心不已。 两人经常被拍到甜蜜出行的画面,不过呀,虽然两人看似甜蜜无比,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毕竟娱乐圈和商业圈都是复杂的地方,两人的身份地位都十分敏感,但我相信,只要两人真心相爱,这些都不是问题。 总之啊,杨子和这位神秘富豪的恋情虽然让人看不下去,因为太甜了,但咱们还是得祝福他们啊。 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幸福地走下去,成为娱乐圈和商业圈的模范情侣。 说到这里,我想给所有正在追寻爱情或者已经拥有爱情的朋友们一句话,真爱无敌。 无论面临什么困难和挑战,只要两人心往一处想,近往一处使,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们前进的步伐。 加油哦! 好了好了,别说我八卦啊,我这不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吗? 总之呢,杨子和这位神秘富豪的恋情是真的让人羡慕不已,看看他们,再想想自己,哎,说多了都是累啊。 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他们的恋情甜蜜地让人腻歪,但咱们也得看到背后的努力和付出,毕竟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能够找到一份真挚的爱情并不容易,所以嘛,咱们在羡慕的同时也要祝福他们哦。 最后呢,我想说啊,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两个相爱的人能够幸福地走在一起,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只要他们真心相爱,就值得我们去祝福和尊重。 所以,让我们一起为杨子和他的神秘富豪男友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吧。 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幸福地走下去,成为彼此的依靠和港湾。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过于关注他们的私生活,给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能够像普通人一样,享受恋爱的甜蜜和幸福哦。 毕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他们开心就好了。 哎呀,不知不觉就说了这么多,可见我是多么激动啊。 不过话说回来,每次聊到明星的恋情,我总是特别兴奋,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他们幸福的样子,就仿佛看到了爱情的美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 好啦,今天的八卦就聊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阅读,如果你们也喜欢杨子和他的神秘富豪男友的恋情故事,别忘了点赞和分享哦。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的爱情打call吧。 对于杨子的新恋情,我个人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娱乐圈,明星的恋情总是备受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生活被放大了,更因为我们都希望在他们的故事中看到爱情的美好。 然而,恋情曝光总是伴随着各种声音,有祝福,也有质疑,这次杨子与隐形富豪的恋情传闻,无疑又激起了一层波澜。 作为旁观者,我们自然希望这段关系能够纯粹而美好,但同时也应理解,他们的感情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娱乐圈的复杂性和公众的关注都可能对他们的关系产生影响,有网友评论说,杨子一直是个很努力的演员,希望他在感情上也能找到好的归宿。 还有网友表示,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杨子幸福就好。 这些评论反映了大众对杨子的关心和祝福,然而,也有一些网友对这段恋情表示担忧,豪门恋情总是充满了变数,希望杨子能够保护好自己。 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毕竟豪门恋情背后的复杂性和压力都是不可忽视的。 总的来说,对于杨子的这段新恋情,我们应该以祝福的心态来看待,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在感情和事业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 不过,作为公众,我们更应尊重他的隐私,给予他足够的空间去处理自己的感情生活。 毕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外人只能祝福,不能干涉。 话说回来,肖战和杨子这两位明星,一个帅到吊渣,一个美到爆表,两人在热门剧余生。 请多指教中饰演一对甜蜜的恋人,这下好了。 不少观众直接把屏幕上的情节搬到了现实中,开始幻想两人的真实关系。 说要揭秘肖战和杨子的真相,听起来是不是很劲爆,但等到真正揭秘的那一刻,才发现,哎呀,这不过是场空欢喜。 原来,八卦媒体自己也拿不出任何铁证来证明两人有什么过火的关系。 只是靠着两人在剧中的亲密无间,以及剧外偶尔的友好互动,就大胆地拼凑出了一段恋情,近日更是被拍到与顶流小声肖战深夜聚餐,两人打扮低调,行踪神秘,消息一出便引起了大量网友围观。 要知道,肖战作为时下最炙手可热的男性,极颜值和人气于一身,虽然爆火早期备受争议,但是走红后保持低调,电视剧,电影两手抓,用实力说话,刘诗诗付出开始拍戏,后面还有狐妖小红娘,竹叶片带播,两人没有影视合作,正常说来,关系不会好到可以单独聚餐的地步,但是根据狗仔的爆料,当天刘诗诗和肖战深夜聚餐,前者穿着宽松的格子外套搭, 搭配牛仔裤,头戴米色帽子,而后者则身穿黑色卫衣黑色牛仔裤,头戴黑色帽子,两人聚餐结束后,军事快步离开,刘诗诗更是全程低着头快走,不仅非常匆忙,还显得非常谨慎,担心被拍,值得注意的是,刘诗诗和肖战之前的交集,仅限于某时尚活动的点头之交,并没有正式合作,也没有传出私下是好朋友的消息,所以,两人突然聚餐,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人是不是要合作了,但就目前的情况和粉丝的态度看,两人似乎并没有合作影视剧的瓜,或者就是处于严格保密阶段,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杨子肖战和五一大Ella杂志联系到一起了,之前就有传言说,他也将登上该杂志的封面,而现在,这一传言终于成为了现实, 一时间,关于杨子肖战的话题再次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在杂志中,杨子肖战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仅是他那迷人的外表,更是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对生活的热爱,在专访中,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心得和见解,引起了读者们的共鸣,然而,尽管杨子肖战的表现引人注目, 但仍有一些读者对于杂志中的其他内容更感兴趣,特别是关于肖战和杨子之间的传闻,近期,网络上出现了关于两人关系的各种猜测和揣测,有人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甚至存在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但也有人坚信,两人之间只是普通的友谊,纯洁而清白,针对这些传闻,五一大Ella杂志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他们只是在杂志中发布了两人的独家照片, 和一篇简短的采访,在采访中,肖战和杨子都对于这些传闻保持了沉默,只是简单地表达了对于工作和生活的热爱,这样的态度引起了一些读者的不满,他们认为,杂志方应该更加直面这些传闻,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但也有一部分读者支持杂志的做法,认为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得体,没有过多渲染。